汉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中写道 治疗中暑,第一步就是先以热水灌之,令汗出 因为热水可以令毛孔打开排汗,解除热气闷在身体里的状况 而冰水起的却是阻碍作用,独立于去血循环 因此,夏天一多喝温热的水,即使非常热,也不要猛灌冰水 上衣脱光膀子舒服呀,但是光膀子吹风容易受寒,毛孔急速收缩 反而让湿热都闷在体内,更容易中暑,而且光膀子非常不文明,对不对 在冰冷的河水里泡脚,吃饭打麻将,是某些地方人们的夏日最爱 这样消暑非常不靠谱,尤其针对老年人吸脑血管疾病患者 不少人因此生病发烧,也会加大心脏的承受力 接近地面的地方会有寒气、湿气,且在凌晨时最强 而这是人的体温最低,直接睡在地板上很容易受寒 试药三分毒,再神奇的药也不能天天喝 破香蒸汽水属于属湿类,成分有一定毒性 破香蒸汽水是致属湿感冒的,并不适合消除 这儿说的凉茶,当然不光指某老及某多宝 更多的是指一些自制的中草药凉茶 凉茶多由中草药组合调制而成,配方五八八门 而有些药材是有肾毒性的,不要乱喝哦 夏天来了,不少小宝宝变光头 家长一般都认为这样既凉快又不长肺子 但其实是错的 头发本身有帮助散热调节温度的功能 替了光头反而减弱了这种功效 地上洒水降温,表面上依靠蒸发作用带走了部分热量 但这种快乐是短暂的 时间久了,室内湿度反而会增加 湿度一大,人会感到更嫩热 爆冬瓜降温是南方一些地区的土办法 这些地方有一首儿歌是这样唱的 心头热,懒冬瓜,睡觉香有甜 抱着冬瓜会出现凉爽效果和抱着冰水袋类似 冬瓜具有一定寒性 抱着冬瓜所改变的也只是体表温度,而不是体温哦 以上这些不科学的土办法你是否用过呢 年年夏日,如何消暑还得遵循科学之道 俗话说,心静自然凉,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也会让这个夏天变得美好一些